一名短视频博主近期在家中进行一场直播时,在他的身后突然发生了诡异的一幕,甚至还下哭了几名正在观看他直播的粉丝,请各位观看。 可以看到,原本在这名博主身后,半关着的门突然诡异的完全打开了,而我们也似乎能看见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个飘忽的白色影像。 现在让我们将画面稍作处理再看一遍。 可以看到,这似乎是一个穿着白裙的女人身影,我们并看不到她的头部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但那悬浮在半空中的白裙却格外的惊悚甚人。 就我看来,这段影片的真实性很高,这也让我不由得联想起来,当我正专注地在电脑前剪辑影片时,我的身后是否也。 各位,不行了,我得先去换条裤子了。 这段影片的上传者,自从在家里和几个朋友因为好奇玩了一次通灵版后,家里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起初这些现象还比较轻微,只是一些比如物品诡异的移动以及柜门被莫名开启什么的,所以家里人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但直到从某一天开始,这种现象开始转移到了卧室,他们才真正开始重视以及恐惧起来。 可以看到,就在影片上传者的妈妈起来上洗手间时,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直接扯开了盖在爸爸身上的毯子,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直接把爸爸给吓得立马毯做了起来。 但这还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种令人发毛的现象越来越多地被家里的监控捕捉了下来。 通过 CoinCore 不知各位在看到这些诡异的现象后 是作何感想 但给我的感觉是 在他们家中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可怕的幽灵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幽灵的敌意也越发的加重 甚至从这个画面还能看到 他带着深深挑衅的意味 各位 你能想到他正在冲着镜头打招呼啊 但这还不是最令我生气的 让我生气的是 接下来他竟然开始耍弄起了影片的上传者 甚至还差点让其受伤 以上 各位 这明显就是故意的 这个鬼明知道上传者正在玩VR游戏 却故意拽出鞋子来绊斗他 这已经不能用开玩笑来解释了 但让人感到揪心的是 尽管这家人已经注意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可到目前为止 他们却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而这种恐怖现象 依旧在他们家继续发生着 各位 通过这段影片 我再次温馨提醒 通灵游戏真的不能碰 这段影片来自于一栋老旧公寓的楼道监控 在万物寂静的凌晨时分 它摄录下来了一段非常诡异恐怖的画面 请各位屏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Gaminguez 启点赞 订阅 转发Isn't há 觉得写 Tou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有一个我们无法看见的事物正在摆弄的 而接下来监控所记录的镜头就更加的让我神经紧缩了 各位 这很明显就是一双小孩子的腿呀 它呈现出了半透明的状态 我们也无法看到它的上半身 它缓慢的朝着皮球的方向移动 整个画面真是异常的诡异恐怖 各位 如果当你夜晚回家时 也在你家楼道里看到这样的一幕 你又会作何反应呢 总之 如果是我 估计会被吓得当场起飞 这段影片的上传者 当时正在家中给他的同事发送视频语音 结果令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他会意外拍摄到了一个闯入家中的恐怖事物 请各位观看 可以看到 当拍摄者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 有一个漆黑的事物正撑着身子趴在他的床上 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一幕 差点没把拍摄者的魂给吓出来 这个家伙看起来是一个人形 但却无从分辨他到底是什么 当然 不管他是什么 哪怕就算他是人装扮而成的 但以这种方式突然出现 任凭谁都会被吓得跳起来五米高 各位 如果你的朋友 以这样的方式来恶作剧你 你会冲上去给他两拳吗 好了各位 如果本频道还能稍稍入您法眼 那么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的精彩了 让我们在下期影片再会 祝您愉快